南投市因为缺乏焚化炉 所以导致县内所产生的垃圾无法自行处理 因此堆积了许多垃圾量 在南投市 县府就由于施工所规划 试验以热烈解方式解决对质的垃圾 而目前此试验的成果 先远程于君在本日定期会中 也请县府要做出说明 那我特别要提出有三件事情 第一个就是包括我们南投市 之前环保局所做的这个热烈解 的一个实验结果报告 很多县民非常关心 所以我很希望在许县长上任之后 能够在这个部分 积极的来做一些规划 也让我们的环保局有一个进程 南投市的热烈解的实验计划 必须要有成果报告 给所有的议员了解 此外在仁爱乡有不高效 处于堆飞机 目前运作半年 县议员陈于君也建议县府 安排考察行程 邀请议员们前往了解执行情况 考虑是否能在各项正式 进行推广 第二个 仁爱乡有一部300万的 高效处于堆飞机 是我们跟环保署所申请的 那就我知道已经大概运作半年了 是否也请我们的环保局 可以安排时间 让我们所有的议员来参观一下 如果这样子的一个高效处于堆飞机 有办法处理仁爱乡的处于问题 那其他13乡镇是否也可以 类似这样的方式来处理 南投县垃圾问题 需要积极来做改善 县议员陈于君也希望 县府能够努力规划 带领域中做好垃圾分类及减量 让县内环保工作更为落实 第三个 整个南投县未来的垃圾的问题 怎么样源头减量 怎么样处理我们的厨余 那怎么样鼓励13乡镇 能够做好更高的资源回收率 我觉得这个都是我们所有县民 非常关心的一个方向 所以在这里我要责成 我们的新上任的许县长 希望能够在未来这个四年当中 让县民看到我们县政府 非常重视这件事情 在本日临时会中 有关县内环保问题 县议员陈于君相当重视 更期待在县长许淑华 日后带领县府团队积极规划下 帮助县内有效改善垃圾对质问题 记者鲁依侃南投宪议会采访报道